夫人喝得醉醺醺走路東倒歇歪 手裡拎著鋁棒搭計程車到情夫家大鬧 被警察勸阻 沒收鋁棒但他不死心 又上車說要買汽油 看哪裡有加油站 小姐啊 你不要衝動吧 這樣子不好吧 你不要理我 待會兒你爸待下車 你就可以走了 計程車問獎不斷安撫夫人情緒 但他根本就不聽 反正我爸已經過世了 我什麼都不在乎 冷靜一下 不要這樣子 不為別人 為女兒想一下吧 買好汽油 夫人又打電話給前夫嗆聲 說他已經豁出去 我一個人單挑你全家 可是小姐你這樣子有汽油這樣子很危險 不要擔心我 我死了就算了 我也很謝謝你 感恩 夫人接著說還要再買雨棒 一下車問獎趕緊把車開走 逸林 我是剛剛打電話來報案的 我已經趕快把車開走了 因為我車上有一桶汽油 20公升汽油真的不是開玩笑 問獎開車載著到派出所報案 其實說不會緊張是騙人的啦 可是我如果緊張的話 會影響到她的情緒 那當然我想說 怎麼樣去把這個事情圓滿 把它化解開來 這是我的工作嘛 原來夫人跟前夫離婚十多年 但她長長久後 因為之前的事情到前夫家大鬧 不過這回竟然想提汽油桶登門 讓人捏把冷汗 好險問獎很積極 在走汽油桶化解一場危機 記者林志願成股民高手道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